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Philip Channel 我是Cliff Chui 徐定安 为大家介绍我自己是辉立政院的Vice President 为大家讲一下今期的释放回顾 整个五月来说指数已经下跌了超过3000点 预计在六月份将会有反弹 但反弹力度应该不会太高 我预计去到27,600至27,800左右 其实已经开始有助力了 在这些情况下预计反弹结束 很快就会下跌到26,000点附近 但本人相信在下半年左右 整个大市会有反弹 至于实际原因是为什么呢 我们就会在下个月的时间 再跟大家讲一下原因是为什么 从这个大家会见到 近期关注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消息 在美国围堵中国的氛围之下 加大了内需和基建的投资 成为了中国的投资的重点 然而基建股始终的回报相对比较低 而且食口都不高之下 一直都不是我的考虑之列 我为大家会考虑的话 就会是一些重卡 或者一些发动机的板块 基本上来讲香港上市的股票里面 两只 重器 和这个偎柴动力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考虑这个偎柴动力 偎柴动力2338 以现时来计 业务主要是生产重型车辆 柴油发动机为主 2018年来讲 它的盈利增长27% 每股盈利大概1.08人民币 业务增长持续 同一时间来讲 息口也在现价计算 大概是这里 从图表上分析的话 暂时应该在100天线 11.56便会有支持 这个位置附近可以买入 今天来计算是在11.9 我预计在11.7 大家可以在这个附近买入 到50天线 将会是一个比较大的阻力位 大概12.7 中间的水位大概1元左右 如果在下破11元左右 大家就要考虑止蝕 这是这么多的今天的推介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 不构成任何买卖邀请 本人随定安为证监会持牌人士 截至本评论发表日为止 本人及有联系者 并没有持有全部提及 之证券的所有相关财务权益